碰瓷就能上分理性吗 这个玩法只要你能挨打就能赢 不需要什么操作 但是效果嘛 好得鸭皮 根据这个玩法的特性 我管它叫碰瓷 因为只需要你大招一开 盯准敌方C位抓进去就完事了 这一把咱们下路对线的是小马 没得对线小马的话特别容易打 但也只是容易打 想单杀基本没信 小马确实太灵活了 咱们是追不上的 而且到4G以后你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小马拉手的很好的话 它有机会反上你 咱们只是能让它回不上雪 但它的伤害依然是实打实的 这边小马去中路支援 那咱们也紧碎其后 落地之后咱们先受一个残血 再利用二技能留住小马 配合队友趁着为兄弟上路 虽然说咱们这个玩法不是很吃经济 但是让头这个事情换你你干吗 反正我不干 顶多我不抢就是了 因为总会有一些人喜欢用战技 去判断一个人玩得好与坏 但实际上这很忽浅 就像这个小马 你说他玩得不好呢 不会玩呢 他会拉扯 我一时办法拿他还没办法 你说他玩得好呢 战绩是负的 而且差一点还被单杀了 这边中路咱们吃个和线 其实是为了蹭线 但是你要装得像一点 你一上来就吃线 合适吗 不合适 但是我吃和线 这队友也就能理解了 这边敌方小马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 但是把他蹭线的方式太直接了 哪怕你稍微委婉一点 没准你都不用死 经常有朋友说这样一句话 就是马超有大等于远程英雄 我这一琢磨 远程英雄他不就是C位吗 那一个C位你切还是不切呢 我的答案当然是切 但是要防止被马超过度拉扯 保持好他退你也退 他进你也进的原则 这样最起码他当你的时候 你也可以吹他 他跑的时候你千万别追 他追的时候你千万别跑 这样做你追是追不上的 跑也跑不掉 只会成为一个活靶子 被小马捅来捅去 这边下路都要搞事情 咱们飞小马飞晚了一步 小马都已经没了 只能是费了个寂寞 但是不要紧 小小是个残血 二级人补个控制 咱们一级人收 哎 苏利啊 我敢你跟我你这个行为 就是毛坑上面跳来跳去 过混 当队友开始暴团以后 咱们就可以打死要分推了 不过这里发现一个残血的蹲衫 他此时往塔的附近走 利用被动他是可以进塔的 所以大招一撞 一技能一放直接走 哎 你看 我走晚一步 蹲衫那个二技能就会背到我 搞不好你还得被辅助反杀 那可太丢人了 偷掉泥光下路高地以后 下路这边继续带线 队友不应该跟我一起来上路的 下路连高地都没了 队友下路暴团的话 一个是咱们随团随到 第二个是团赢了就一波了 第三个是我在上路我可以偷塔呀 所以为什么要跟我在上路抱团呢 很多时候想玩四要分推 怎么玩你懂了 但队友不懂 所以路人局的四要分推是不好玩的 所以能在纯肉 带路化 用来打散敌方的体系 吸收敌方的关键技能 这个效果在路人局是很强的 这里拆中路高地 先随便废一个 把大招被动开出来 但队友第一时间没有拆塔 没的办法 这里只能先慢一步了 不过兄弟你晃金 这个仇我肯定帮你报 两段二技能加速 利用被动送阿古朵上路 这边下路处理一下兵线 大招看了一下视野 这边高地都没了还敢出来 那这一波演示一下什么叫破阵 发出进攻信号以后 便由于直接飞鲁班 咱们这个玩法不需要你切死碎皮 只需要你切进去 把对面技能骗出来就行了 可能你会好奇 被集火了那不就完了吗 但实际上纯肉带弱化 像上咱们那个二技能 你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死 反倒是对面技能给你了 那你队友不就随便收割了吗 这就是这个玩法的终极奥义 来打我呀 其他的坦克 你说爱打 他们也能爱 但只有哪吒 是把脸凑过去让你打 你不打还不行 那明文是宿命虚空调合 方便是抵抗鞋 红领斗篷 反甲 勇业 爆裂 最后一件霸者或者冰横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